大家好 上午9点45分了西班牙时间啊 今天3月14号 普京啊 普京控制下的俄罗斯啊 入侵乌克兰第19天 双方我听说要举行大概是第四次谈判 现在地点可能还没确定啊 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 想去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谈啊 耶路撒冷有象征意义啊 是三大宗教 至少三大宗教 也可以叫四大宗教啊 这个都是圣城 是吧 基督教 是吧 这个这个伊斯兰教 犹太教 其实还应该基督教里边还有 其实应该主要是天主教 还有东正教 还有亚美尼亚正教会 或者是希腊正教会 里边还有一小块地儿 实际上是四大教派啊 好吧 我们不扯那个啊 接着说是这个谁 这个李光熙啊 李光熙死了 活了92周 算高寿 算喜丧 是吧 这叫喜丧 虽然人死了 但是活的岁数长 这叫喜丧啊 李光熙呢 五六年演了中国第一部欧洲古典歌剧 茶花女而成名 六四年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 是东方红中演唱松花江上 东方红 这都是歌功颂德的为共产党啊 掌权了吗 是吧 哎 坐江山了吗 松花江上 就是讲的是九一八事变之后 东北人流亡到关内吧 那种凄惨的状况 中国失去了东北 是吧 东三省或者东四省 是吧 怎么唱的 我的家 是吧 在东北的松花江畔 松花江上 哪里有 是吧 森林梅框 还有那 满山边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 我们小的时候开玩笑 小孩淘气 就把这九一八说成鳅尾巴 揪住人家的 比如说揪住猪尾巴 揪住蚂尾巴 揪尾巴 小孩嘛 就是贫 讨厌啊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 他演唱了周总理 您在哪里 就歌颂周恩来的 给周恩来歌功颂德 涂脂抹粉的啊 还有祝九歌 梅酒飘香 是吧 大概这个哈 还有诗光男的经典歌曲 祝九歌啊 这个诗光男的 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写的 并分别给了罗天禅 和中央歌剧院的女中音歌唱家 苏凤娟 试唱 李光熙无意中在同事 苏凤娟那里看到了这首歌 很快把他唱红了 诶他唱的好啊 他唱的好 成为李光熙的保留曲目啊 一开始人家没给他 他还演唱过 古浪雨直播 古浪雨四周 海茫茫茫 海水 鼓起波浪 古浪雨 摇 对着台湾 道 台湾 是我家乡 是 是这词吗 北京宋歌 北京宋歌 我现在不记得了啊 这个词 他还是民进的 他是民进 他没加入共产党 他加入的是中国民主促进会 民进有这个谁 周建仁吧 鲁迅的弟弟 还有许广平 鲁迅的第二个老婆 还有什么雷杰琼 都是这种文化艺术界的人比较多 他还是文化部技术职称考评委员会的剧院艺术委员会的主任啊 等等等等啊 文化部原来买过东西 是我客户 在沙滩 现在搬到朝阳门了 李光熙是昨天突发脑梗 医治无效 朝阳医院走了 他还唱过民族歌剧 刘胡兰 还有阿姨古丽 阿姨古丽就是新疆 阿姨或者蚂姨 就是光芒 孤里就是孤了 就是花朵啊 就是洋花朵 阳光下的花朵 或者是太阳花 或者是光辉灿烂的花朵 总之吧 就这意思啊 还有古典歌剧茶花女 还有叶普根尼奥涅金 叶普根尼奥涅金 这一听就是一个俄国的苏联的题材 还有霍郎与小姐 啊 他唱的歌 何日再相会 我们再相会 再过二十年 我们来相会 是吧 就这个歌吧 好像是一个电影吧 是什么小字辈还是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小字辈 上海的一些演员演的是吧 还有太阳出来 喜洋洋 太阳出来 还有北京宋歌 北京宋歌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北京宋歌是这个吗 北京的金山上广 芒照四方 是这词吗 我不确定啊 还有木马之歌 不知道 延安宋不知道 红日照在草原上 周总理您在哪里 鼓浪雨之波 远航 微微中山迎朝阳 松花江上 有的我就不知道了 他还写过书 叫想法和说法 中国文联出版社的 中国文联 就是什么作家协会 这都是一码事 都是养着这些人的 李光熙还写了一本书 叫唱出健康 唱出健康 是那个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的 知识产权出版社 就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 哎 巧了 国家知识产权局 是我的客户啊 这上面没说 李光熙有几个孩子啊 他的子女没说 就说他老婆叫 那个叫王子威 有撒孩子 李光熙撒孩子啊 这些老的艺术家呀 有一个叫杨洪基的啊 有这个李光熙啊 还有什么郭兰英啊 什么是吧 反正这批人啊 比他们稍微再年轻点了 有这个什么蒋大为 反正我知道他们可能啊 他们的行情 他们出厂行情 大概 当然每个人不一样 我知道这里边一个人是20万 20万 然后 20万块钱 唱一首歌 就出席一次活动 其中呢 给那个经纪人 20% 经纪人 只要他演一场 经纪人就挣4万 然后呢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有的时候人家没通过经纪人 通过朋友的关系 或者其他熟人 直接找来的 他去演出 然后那20万里边还要分给经纪人 好吧 朋友们 第二次的关系 我们在里边的关系 再次 Turku